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向前走 我是孟琪 上個禮拜五立法院總質詢 開天昌的風波持續延燒 昨天的朝野協商又破局了 現在說還要再找時間再來討論 民進黨的部分想要要回質詢的時間 而國民黨團卻要求一定要先道歉 所以藍綠持續交鋒 那麼現在更傳出 本來有委員說 議事人員去講說 韓國瑜上禮拜五有接待外賓的行程 可是現在又跑出另外一個版本 說韓國瑜當時是在辦公室裡面 吃水煎包待命 好 現在意外也讓這個水煎包爆紅了 網友都在討論啊 一顆二十八塊的水煎包 是不是真的哪裡特別不一樣呢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繼續來關心到的是 將近有二十萬人 跟著白沙屯媽祖進香 尤其昨天非常非常罕見 北山敦罵直接是駐駕在大甲鎮南宮 也迎來大批信徒都非常期待的三媽相會的場面 好 那麼被沙屯罵現在繞盡的狀況如何呢 我們稍後都會帶觀眾朋友一起來看 好 我們趕快來介紹到的是今天現場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我們邀請到的是政治評論員張明佑 好 接著歡迎到的是民進黨新北新議員 同時也是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 孟姬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左手邊我們邀請到的是 國民黨新北新議員 同時也是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陳偉傑 孟姬好 各位觀眾午安 好 稍後呢 還會有資深媒體人 溫生溫大哥 以及民進黨台北新議員顏若芳 都會加入節目討論現場 我們趕快來看喔 上個禮拜五立法院總質詢開天窗 那麼今天禮拜二的院會狀況又是如何 委員們都幾點到呢 一起來看 總質詢開天窗後的首次院會 民進黨立委陳秀寶8點50就已經坐在議程等待 但他被通知的質詢時間明明是11點 我想說既然已經到院內了 那就可以早點進來做準備 那也怕有什麼突發的狀況 像國民黨就一直喊說 大家就是要早點到啊 並沒有說他們要質詢的人都一樣那麼早到 並沒有 陳秀寶早到兩個小時 就怕質詢權又被沒收 同黨的中嘉賓也提早半小時到場 反觀國民黨立委 大多還是在前一位立委質詢時才到 像葉元芝就提前十分鐘到 要是像上週五這樣有人遲到被跳過 恐怕來不及進場 再度上演開天窗場面 如果就如國民黨委員所說的就是開議時間就要準時到裡面中嘉賓委員正在質詢是不是國民黨的議場都是空的接下來的葛如鈞還有葉元芝張家俊你們人在哪裡不是應該今天早上九點鐘就要坐在那裡等候嗎 林楚音擋起糾察隊拿著手機傳說議場記錄下國民黨立委位置空蕩蕩的畫面其實大部分立委質詢前都是在研究室等待提前一到兩位立委的順序進場 後面要質詢的國民黨委員坐在哪裡 他們可能現在就像當時我一樣 我們正在我們的研究室裡面 正在準備他們的質詢內容 這個沒有錯 這個是立法院立委的常態 我們隨時都會注意說現場的狀況 所以我們都會把這個電視是開著的 前兩個在質詢的時候我們就會過來準備 那現在黨團也會提醒說 盡量可以早點到 除了自己多注意 黨團也安排幹部盯場 多管旗下確保質詢權不受損害 現在不只立法院院長韓國瑜 規定上班 大家在盯著看 委員們有沒有好好在位置上 現在也成為關注的焦點了 立法院的狀況 是趕快先來請教一下明佑哥 因為上禮拜 這個上禮拜五總質詢 怎麼會開天窗 這個真的沒看過這種情形 所以後來現在藍綠炒成一團 那昨天三黨協商 沒有結論 說整個包最後說 再找一天擇日在意 怎麼會這樣 昨天討論了那麼久 到底是卡在哪裡呢 來明佑 我覺得是這樣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常態 因為立法委員要進到委員會去做質詢的時候 第一個他們可以對調時間的 他們順序是可以對調 只要對方同意 我可以把他往前排 我往後排寫個對調單 你們兩個說好 那跟議事人員講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一般在委員會的時候 如果各位注意過的話 除非是要表決要複議 才會動員說到委員會去一起參加 不然通常這個時間 立法委員不會去聽 大部分 不會去聽對方在質詢誰 因為那個非常漫長的工坊 他們會留在自己的研究室 有電視轉播 現在有國會頻道轉播 看現在輪到哪裡了 然後就會換成看是誰 然後如果換到我的時候 我趕快要衝進去 一般是這樣 而且立法院的議事人員 通常會先通知立委 大概說你幾點要到 那等一下可能就換你了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 很常態性的工作 每天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屆的立法委員 了不起 特別不一樣 因為到目前為止 開議到目前為止 你們做什麼對人民好的事情 大家都在為著自己的表演場 然後做足了功課 我想問民生法案要不要通過 當天有這麼多的事情 要來質詢經濟部 你們要不要質詢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第一個羅明財 為什麼你要遲到嘛 為什麼就變成韓國語代替嘛 那韓國語是不是不懂意識規則呢 還是不懂意識常態呢 然後忽然間你要休息 停止然後沒收下午的質詢權 我給各位說 如果包括若芳在市議會 冠廷和韋傑都在市議會 大家都知道到委員會的時候 你們家電視都會開著 因為都會注意看說 我現在要準備資料 看一下說剛才大概講什麼 我是不是什麼時間點 醫師人員打電話來說 我要不要衝到會場 所以助理在旁邊都會很緊張 等一下要換議員了 要當立委了 你要趕快先到議場去 因為我以前是當助理 我都知道這就是習慣 那我不知道韓國語 你也當過立委不是嗎 為什麼你連這個事情 都可以搞成這麼複雜 然後復婚期 以前沒看你什麼表現 忽然間現在大家都要照議事規則來 所以林楚雲才說 不然我來做救援隊 以後誰沒有到議場 我就一一點名 是誰要去玩這種東西的 要大家早上高點就坐在那裡 未來立法委員都搬一台筆記型電腦 後來人家開委員會都放棄議場裡面 資料給你吹 合理嗎 合理嗎 我想問各位 這個立法委員準備的資料 還是一群人幫他準備的資料 比較豐富呢 所以今天我根本搞不清楚國民黨為什麼把這個事情變成一種工房 變成一種一種遊戲 這個事情陳廷被抗議的時候 議事人員出來解釋完 本來就應該要平息了 那他們抗議質詢權的問題 作為立法院的大家長 你刻意說那我們來朝野協商 那當然朝野協商 大家又要開始工房了 對啊 誰會抗議 誰會不一樣意見 不一樣意見 包括要不要再開公聽會 然後要不要還給你質詢 然後傅崑潛強硬的說 我們就照規則來 好 如果要照規則來 我先跟副委員講 以後大家照規則來 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大家全部到 要不要 你這樣會好做事嗎 你國民黨會好做事嗎 你這樣質詢的內容可以符合民意嗎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不應該再吵下去了啦 這屆立法委員相當丟臉啊 為什麼 我如果是人民 我繳稅金 我還要付你薪水 我每天看新聞都是在玩家的新聞 然後不是誰架著誰 陳玉珍在那邊架著人家 然後噴口水什麼的 怎麼樣 不然就徐曉青那邊比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把自己當成網紅 在意識攻防上 變成一個秀場 這是不對的 台灣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最離譜的是誰 黃國昌 要麼你提出個辦法出來 你永遠沒有辦法 就是說 喔 我認為民進黨國會改革跳票啦 永遠都在講國會改革 人家禮拜四要召開的時候 你們又一見一堆 所以我有時候不知道大家把這個當成一個秀場 還是因為現在網路資訊快速化的原因 變成每一個人都想表現自己 還有我先跟韓國瑜講一下 要吃水煎包不用跑那麼遠 而且我告訴你一顆不用二十八塊 我以前在立法院很長的時間 我十幾年來 我不是吃香雞排 蚵仔麵線現在沒開了 三寶 對 然後旁邊的水煎包 兩種口味 菇菜跟蚵仔菜 南周會本來一顆十三塊 兩顆特價二十五塊 所以韓國瑜說 你吃一顆可以買兩顆 後來你去旁邊買就好了 不用特別再走到章節去買 所以有人把他買回來 所以我是認為說 把這個東西拿來做新聞 我想問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我對尤錫坤的願像是 立法院的國會外交 我對韓國瑜的印象是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韓院長連議事規則跟常態都搞不清楚 我只記得他吃水煎包 我想問各位人民朋友 我們六歲金 你吃這些立委主公們 他們在歡迎這樣表現 真的過半之後的國民黨有變嗎 你們自己問自己 剛才民佑說的水煎包 聽說韓國瑜要吃的這間 一顆要買到二十八塊 這顆二十八塊 這個新聞一出來 網友們都在討論 什麼款水煎包 一顆要到二十八元 那事後其實有很多這個媒體朋友去採訪 應該是有比一般的水煎包 更大顆一些 所以價格也稍微看過 這突然又變成了另外一個這個爆紅的話題 不過話說回來 我請教一下冠婷 當然大家如果愛吃的話 等一下也可以再來補充 只是說這個 剛才這次民佑講得很好 你現在朝野協商 昨天破局 現在又要再找時間 然後再次來協商 問題是三個都不一樣的意見 國民黨的部分 傅昆琦就說 我們就是堅持照幾季來 他們覺得韓國瑜這樣沒不對 就唱明三次沒來 不然你們要怎麼樣 就三次就沒來啊 那黃國昌意思就說 韓國瑜做什麼才是 我通通都支持 他還說韓院長是基於善意 把事情扛下來 說韓院長那樣一樣 那民進黨的部分吳思瑤怎麼說 他說因為吳思瑤說 其實黃珊珊昨天是主張 一樣要恢復委員的質詢權的 可是後來黃國昌進來之後 主張又不同調 那人家韓國瑜協商過程又說 我們來改進 好檢討看看怎麼樣才可以更好 所以你看啊 其實光是民眾黨裡面 兩個進去開會的 黃國昌跟黃珊珊 想的就不一樣了 我先講 現在無論是黃國昌 或是國民黨傅昆琦 他們的主要論述 有一個核心的點是 韓國瑜院長沒有違反議事規則 他們說他們都照幾季來啊 但他們有告訴你的事情 韓國瑜院長違反了議事慣例 對 議事慣例在議會中多重要 我舉一個最標準的例子 行政院長進到議場 要代表行政院跟立法院長鞠躬敬禮 表示對立法院的尊重 這叫議事慣例 沒有任何一條議事規則 規定行政院長進來要跟韓國瑜院長 跟黃金平院長 跟蘇嘉全院長 跟游西國院院長 任何一個院長要鞠躬 如果依照黃國昌他們的標準 沒有規定在議事規則裡的議事慣例 就可以不遵守的話 那以後行政院長進來不用跟立法院鞠躬了 不是這樣子的吧 真實情形是 立法院長一定是依照議事慣例加議事規則走 如果立法院長要改變議事慣例 有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是找所有的黨團 其實現在才三個黨團來協商 比方說這次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們有明定質詢時間而產生的爭議 而把未來把所有的時間 比照台北市議會新北市議會 把質疑時間標出來 各黨團同意就OK啊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而院長擅自的把議事慣例給毀壞 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跟其他政黨 非他的政黨對干嘛 就是這樣講完了 不敢擦擦擾擾 這樣有比較好 沒有 就是講完了嘛 就是你今天片面的改變議事慣例 然後跟大家講說 沒有 從今天起不是這樣子了 那就是要跟大家對殺了嘛 就是大家沒得喬了嘛 以後所有每一天韓國瑜講每句話 來院長 程序發言 你剛剛依照哪一條議事規則 每一條我全部都程序發言 我也可以這樣亂啊 所以以後 大家只要沒有議事規則規定的 比方說中午要吃水煎包 還是吃頂太豐 是吃牛肉麵 還是吃炒飯 議事規則沒規定 我舉這個例子開玩笑 可是跟大家講 很多是議會的運作 本來就沒規範在議事規則 再來第二個層次 議事規則25條有規定啊 院長得卓宇休息啊 所以依照會議事規則 院長你可以休息 你為什麼不休息 這第二個層次 再來第三個層次 我特別要替民進黨的立委 尤其是陳廷菲委員 洪珊安委員等人講話 這個案子講話 現在好像各說各話 變成羅生門嘛 我跟大家報告 問題不在羅生門 問題在羅明財 真的啦 然後又給大家看 這個是 明佑就寫了啦 明佑哥以前的對手 韓國瑜的指示 秘書處所做的檢討報告 而這檢討報告 密密碼寫了一堆 重點只有一個 第四點 來我們大家認真看喔 觀眾朋友 11點半到50分 接獲主席台告知 上午最後一位質詢的委員 為王洪威 便在通知下午第一 二位羅明財 洪森和委員辦公室 講完了 下午第一位是誰 是羅明財 不要再講陳廷菲了 陳廷菲早上 本來要質詢韓國瑜 我不管是見外賓 吃水煎包 吃牛肉麵 你要幹嘛 你就是改書面了嘛 下午第一位就羅明財嘛 那是誰沒有改到 搞事賭牌效應的 兩點半沒有改到人是羅明財啊 講完了嘛 報告 韓國瑜的報告寫的嘛 所以這到底有什麼好吵的 遲到的是羅明財 然後遲到完之後影響洪森漢 不改的是韓國瑜 然後背黑鍋陳廷菲 哪有這種事都跟你講就好了啊 陳廷菲那也這麼衰 下午第一位是羅明財 然後結果現在國民黨說 沒有下午第一位是陳廷菲 不是啊 這個是 阿人陳廷菲在一點外 就跟你說要改書面了 國民黨有寫啦 關鍵就是下午第一位 我只好下午第一位確定是誰 這案子就破了嘛 不用柯南嘛 不用柯南這個韓國瑜就可以了啦 所以這是簡單的事情 羅明財是他遲到 是國民黨立委遲到 國民黨立委遲到 你院長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休息一下 我們等洪三委員來一下 因為本來來不及嘛 然後結果最後一點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黎清完真相了嘛 來講到昨天的真點 昨天為什麼最後沒有共識 國民黨真的有點過分啦 我跟大家報告 國民黨昨天大概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跟大家講說 民進黨的立委要先道歉喔 道歉完了之後 也許我們就讓你這幾個恢復質詢 哦 主席很高的 先回事的 羅明財也是得到的 你先道歉囉 對 羅明財可能是要改成來民進黨 那之後就不用跟明歐哥選 好 這個是第一題 第二個 有藍營的年輕立委建議啦 說不要這樣啦 我們改成像市議會 像洛芳啊 韋傑啊 我們在議會 排課表幾點幾分 但是喔 不能說幾既往 所以還是不讓你民進黨委員 這幾天的時間質詢 上週五的尊讀書 就是這樣 還講不碩幾既往 呼呼的電話 這兩個方案 民進黨怎麼可能接受 動作無法選啦 就沒這件事 我們要排時間 也不承認錯誤 也不要求民進黨道歉 所以兩個方案 民進黨你們要選哪一個 就韋傑敢聽下去 等一下我們先議員來說一下 韋傑是公正客觀的民意代表 這兩個誰接受 我們就倒了嘛 民進黨都倒了嘛 我們怎麼可能接受 所以當然說無疾而終啦 那現在我覺得還是 韋傑院長要返回他智慧啦 我覺得你不要被傅昆奇 跟黃國昌欺負啦 我們相信院長有智慧啦 獨白眾議 恢復大家質詢的時間 這樣才對啦 該報的就報給人啦 來韋傑這邊來講 因為剛才其實冠廷 把整個時序都講完了 人家陳廷飛當天 大概十一點半左右 就跟議事人員講 他要改成書面報告 那頂頭 白鑽有禮也都有審 就是通知下午第一位 就是羅明財 所以那天遲到的 沒有啦還是羅明財 那你這樣子 你們國民黨還要民進黨 跟你們道歉 這樣對嗎 來議員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環節非常多啦 不管剛剛冠廷議員提到的 規則也好 慣例也好 我覺得呢 對於韓院長 他所作所為 他基本上 他為什麼會召開 這次的朝野協商 就是說 好 或許你們認為 這一次我只按照規則來做 可能讓很多的議員 他沒辦法如按照他原來的規劃 來質詢 所以呢 好 沒關係 那過去有這樣的慣例 我說真的 他也是第一天當院長嘛 所以有這樣的慣例 一定要有一個秘書長 給他提借啊 或許秘書長就跟他說 你按照規則走嘛 我們說真的 慣例跟規則 還是以規則為優先 但是我說真的 有些時候 立法院的這些議場 還是要 要處理得更圓滿更好 讓大家各黨各派 都可以有充分的發援 那個時間跟機會 所以才會召開這個朝野協商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網路上的 大概意見非常分歧 但有人認為國民黨 這個韓院長莫中他的質詢權 有人認為說 其實不管怎麼樣 你下午就應該要提前來準備 所以我會認為說 當然這過程當中 我認為 可能在這個助理 跟議事人員之間的 一個溝通協調上 可能可以更加的細緻 跟超前的一個來準備 例如說 好我大概確定 羅明才要書面質詢了 趕快通知 下一位的立委 趕快要準備 或是說他早就知道了 就應該先通知 當然我說真的 因為過去我想 不管名又貫聽 我們都在立院 我們都在立院當過助理 就是說我們其實當助理人 都會隨時緊盯著電視 有狀況會隨時跟老闆回報說 前一月換書面 你可能要早一點來 所以但我不說一定是助理的錯誤 我覺得這個環節非常的多 只是我想因為這一屆的立法院 剛剛名又也提到 因為大家都希望有這個很好的表現 大家都細很多耶 所以大家都對自己的質詢時間 非常的重視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善用自己的質詢的時間 所以也因為基於這樣 所以我當然覺得說 當然韓院長在這方面 可能除了這個規則之外 這慣例應該也可以來做一個參考 讓大家可以更充分的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才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紛紛擾擾 你看民進黨說你沒收我的質詢權 其實我想也不是 你說按照規定來說 我想大家也可以認同說 他就按照規定 他也唱名三次了 你也不在場 他只要往下一位走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的環節 可以做得更細緻 那我想民主國家 讓大家可以唱所議員 然後在議會殿堂 或是在立院殿堂 可以好好的發揮 我想這個超議席章 我們還是趕快來召開 讓大家可以有達成一個新的共識 來若芳這邊 簡單來補充一下 韋傑剛才的意思有說 阿溫韓院長的頭一次做議長嘛 你也不要這樣 可是你來看一下 王宏偉有多兇 他說有立委遲到啦 會因為個人形成 擅自更改秩序 造成質詢之亂 難道大部分立委都是巨嬰嗎 這個有立委遲到 羅明財是不是躺著也中槍 王宏偉現在到底是罵到誰呢 好啦 那不過幫韓國瑜稍微來講一下 因為今天有一份這個民調上面 有這個調查 對於韓院長最近的表現 國人滿不滿意呢 其實是有過半喔 52.1%的人是還不錯 覺得韓國瑜這樣議長這樣表現 還不錯喔 來若芳怎麼樣看 可是我先講王宏偉好了 他說有立委遲到或因個人形成 那個韓國瑜是不是立委 是 那他通知陳廷菲委員 說他因為有個人形成 因為不管是我們剛剛講 吃水煎包或是那個接見外賓 那不是誰說要接見外賓 那這是不是他的個人形成 而更改了整個的議會的秩序 所以導致陳廷菲委員 他必須 因為他真的趕不及啊 所以他說那你有這個個人 那好我改成書面質詢 那也導致後面的質詢之亂 是誰 源頭還不是這個韓國瑜院長 因為你改了這個整個的 你說你有一個行程啊 所以也導致前面說要改書面 後面才會這樣嘛 所以王宏偉委員 你是不是應該講說 這個菊英是誰 這個菊英應該是韓國瑜吧 你怎麼會是說 那個民進黨立法委員呢 那再來其實因為太多民眾 真的不曉得這個議事的規則 或是議事的運作 就像剛剛我們有講到的 像我們這個臺北市議會 那我們上面有研究室 我們不是分動 可是如果說當今天前面的一個質詢小組 他有提早結束 那我們的議長會什麼 他會先說那休息 因為按照這個時間 人家表定時間還沒有到 他會休息 那要不然他就是會打電話 請議事人員打電話上來說 前面的這個他們可能會提早 那你們是要休息 還是要不要就是直接趕快下來 所以都會通知 那我們趕快也跑下去 我們有五六七 七樓 我們跑下去 至少也要有一點點時間吧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今天不用 因為這樣子的事件 你就說全部都怪罪在民進黨 我覺得要怪今天先怪韓國瑜 那韓國瑜你要不要先還給這些立委 一個質詢權 再來我覺得第二點是韓國瑜 他是院長 他也是立委 他也是這一場院會的主持人 主席 那這主席是要幹嘛 除了維持現場的那個秩序之外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要維護 這些立委的質詢權 要不然每次大家就是在那個跟跟院會在行 這個唇槍舌戰的時候立委講什麼 院長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院長你要主持公道 要還我質詢權 不是都是叫院長主持嗎 所以韓國瑜 你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你要維護每一位立委 在立法院的質詢權 結果你卻反而把他沒收了 所以國民黨我覺得不用太吵 因為今天如果你講遲到 整個立法院是空的啊 那有沒有人先坐在那邊等 沒有啊 大家都時間快到的時候才會下去嘛 所以國民黨你就不要哪一天也遲到 發生問題改書面 大家就講說啊 你看你怎麼可以書面 你應該實行執行權嘛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是這個民意基金會 看起來他是感覺好像韓國瑜的滿意度 過半哦 52.1% 但因為這個的民調時間是11號到13號 11號到13號 還沒有發生 還沒有發生不多這個 這麼誇張的這個 剝奪立委的質詢權 你做的這個滿意度調查 在這之前 老實說啦 韓國瑜並沒有犯太大的一個錯 他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算中歸中局 算中歸中局嘛 人家連酒都不敢喝耶 改喝茶 改喝茶 但是所以你說要看下一份民調 因為他前面這半段時間 從2月1號開始到13號 他還沒有出任何的大問題 也還沒有出任何的一個 大家會覺得說違反常理 或者是回歸到原本的韓國瑜 所以滿意度 大家看起來對於標準很低 你不要遲到 然後你只要乖乖坐在上面 大家對於你的滿意 還OK還OK啦 但是你要看後面的就是 他已經出了這樣的trouble 然後網路上大家也都開始講說 這才是正常的韓國瑜 韓國瑜終於回來了 所以後面的滿意度 會不會回升呢 會不會再往下降呢 我覺得也要看韓國瑜 有沒有把這個行使立法的 這個質詢權 還給我們的民進黨的立委 這個要持續來觀察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因為昨天318是 太陽花學運的10周年 那其實這一場學運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一場學運聲明大造的 政治人物非常多 其中黃國昌跟柯文哲 也可以算是代表的之一 那不過呢 這兩位現在的精神 跟太陽花的精神 還一樣嗎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 等一下回來